总管24州诸军市政府属地多次击败北齐军 领导灭亡北齐的北州大总宰齐王宇文县 宇文县自皮赫突带郡武川人先卑族 北州文帝宇文太之子母亲是宇文太的妃子达布甘氏 北州孝敏帝周明帝周武帝异母的弟弟 宇文县性格通达机敏有气量 虽在幼年而神色严峻 初封陪陈县宫 少年时与宇文雍一起学习诗经春秋 都能综合要点得起旨意 西魏宫帝元年公元554年进封安城郡宫 北州孝敏帝宇文厥继位后受开府一同三司 周明帝宇文玉继位受与他大将军 武城初年被任命为益州总管 都都义宁巴鲁等24州诸军士 一州次进封齐国公十亿一万户 当初在平定属地之后 宇文太认为那里形势显样 不愿让老将去镇守 想在儿子中挑选人选 便问宇文雍以下谁能担此重任 大家还没来得及回答 而宇文县首先请命 但是由于宇文县当时年龄还小 所以没有派他前去 到了这时 明帝遵造宇文太的从前的意思 让宇文县前往蜀地任职 宇文县当时16岁 善于安抚驾驭部署 留心治理之术 宋宿集中在一生 而理政不见疲倦 蜀人都非常的感激他 共同利悲 称颂他的功德 不久他升任驻国 在保定年间 宇文县被征召回京 任雍州墓 进攻宇文县东伐北齐时 以御吃炯为先锋 包围洛阳 宇文县与达西武王雄等人 屯兵盲山 其他各军分手险要 北齐兵数万人 突然从北州军后面杀出 各军惊恐纷纷败逃 只有宇文县与王雄达西武率兵抵抗 王雄被齐军杀死 三军阵恐 宇文县亲自督帅激励 军心才安定下来 当时宇文县执掌大权 对他十分信任 赏罚之事都得以参与 天河三年 公元568年 朝廷任命宇文县为大司马 兼任小总载 担任雍州墓 天河四年 北齐将领 独孤永夜前来侵犯 强盗杀死了孔城防主 能奔达 据臣响应齐军 朝廷命令宇文县 与祝国李牧率兵从宜阳出发 修筑崇德等五城 切断齐军运梁通道 北齐将领胡绿光率军四万 在落水以南筑起林累 天河五年 公元570年 宇文县射锅落水 进攻齐军 胡绿光逃走 宇文县追击至安夜 多次交战后才回军 同年胡绿光亲率大军 在奋水北岸修城 向西直至龙门 宇文县对宇文县说 盗贼遍地以军马奏横 使战场之上百姓困苦 岂能坐视百姓被大肆杀掠 而不想办法营救 你说用什么计策 宇文县答道 依我看 兄长应当暂且从同州出兵 以作为威慑 我请求以精锐军队在前 根据情况进攻 不仅边境可以安宁 而且能够另有所获 宇文厚表示同意 天河六年 公元571年 宇文厚派宇文县率兵两万 从农门出发 北齐将领新菜王王康德 由于宇文县大兵杀来 连夜率军悄悄逃走 宇文县于是向西返回 又掘开奋水 使河水向南淹没了齐军营垒 率军重新进入北齐境内 齐人以为宇文县难以深入 就放松了边防戒备 宇文县于是渡过黄河 进攻福龙等四城 两天内全部占领 又攻克张碧 缴获其军用物资 将陈磊平掉 当时 胡绿光在华谷无法救援 就向北攻占了摇乡城 这时奋州已久违被困 运梁通道被截断 宇文县派驻国宇文胜 运力接济 宇文县自己经过梁鲁山 袭击北齐的博舍城 将其占领 又向摇乡城推进 齐人聚臣死守 宇文县命驻国 谈攻宇文会修建石殿城 作为奋州后援 北齐平原王段少 南宁王高长弓等 率大军抵达 宇文县命令将士 结阵以待 大将军韩欢 被齐人偷袭 部署奔逃 宇文县亲自督战 齐军烧退 当时天色已晚 双方各自收兵 当宇文户被处死以后 周五帝宇文雍 招宇文县入朝 宇文县免官请罪 周五帝对他说 天下是太祖的天下 正记守大业 长口丢失 宇文户目中无君 七宁军上打算反叛 因此 正将他处死 以安定国家 你与我本是亲兄弟 同甘共苦 此事与你无关 为什么要请罪呢 更少令宇文县 前往宇文户宅地 收缴兵符文书等物 随即任命宇文县 为大总宰 这时 五帝已经亲临朝政 打算整顿政治 统一行令 即使牵涉到中世中人 也不加以宽容 宇文县原本被宇文户所重用 从天和连间以后 威势见大 宇文户欲有所言 大多令宇文县上奏 皇帝有允许的 也有不同意的 宇文县担心皇帝 同丞相之间互相猜疑 每次都委婉地说清意思 五帝也知道他的用心 所以得以免惑 可是仍然因为他威名太大 始终放心不下 虽然姚寿大总宰之职 实际上夺去了他的权力 建德三年 公元574年 宇文县进爵为王 宇文户的朋友刘修珍 献上了王真一首 宇文县十分赞美这首诗 后来 刘修珍又把这首诗献给了五帝 五帝正想削弱他几个弟弟的势力 也很喜欢这篇真言 宇文县常常感到兵书内容 繁杂广复 难以要指 就自己编定了要略五篇 上表陈述 五帝读完后表示称赞 当年秋天 五帝驾临云阳宫 卧病在床 魏王宇文直在京城举兵叛乱 五帝召见宇文县对他说 魏王反叛 你知道吗 宇文县答道 微臣原来不知道 如今才见到赵叔 宇文直违背天命 就是自取灭亡 五帝说道 你即刻作为前锋 我也随后出发 宇文直不久败逃 五帝抵达京师 宇文县和赵王宇文昭 都入朝拜谢 五帝说道 从前管书县蔡书渡被杀 而周公却辅佐周臣王完成大业 人心不同 犹如人的外貌各不一样 我只惭愧兄弟之间动兵 这是我的不足之处啊 建德四年 公元575年 五帝打算东征北齐 只同内史王仪商量此事 其他人都不知道 后来认为朱棣的才能谋略 没有超过宇文县的 因此才把此事告诉他 宇文县当即赞同东征 大军准备出发时 宇文县上表献出自己的财产 以赞助军费 五帝赵令不予接受 并拿宇文县做榜样 对宫亲们说 臣子应当如此 我看中他的心意 难道还需要他的东西吗 于是赵令宇文县 率兵两万围前军 向尼扬推进 五帝亲自围攻和英 但未能攻下 宇文县攻占五计 进兵包围落口 攻下了落口东西二臣 此时因为五帝患病而撤军返回 同年 朝廷开始设置上驻国官职 让宇文县担任 建德五年 公元576年 北州大规模东征北齐 宇文县率领精锐骑兵两万人 仍担任先锋 把守确鼠骨 五帝亲自围攻进州 宇文县向前推进 占领了红统永安二臣 打算扩大战果 齐人烧毁了桥梁 固守险要州军无法前进 于是囤集在永安 其后主高尾听说 靖州被围 就率兵十万 亲自来园 当时 驻国陈王宇文县 驻军千里进 大将军永昌公宇文春 囤兵积齐员 大将军宇文胜 把守奋水关 都受到宇文县的指挥 宇文县悄悄地对宇文春说 用兵讲究欺骗 去留不定 建计而行 不能死守常规 离安营时 不要支起墓掌 可以砍伐博树 大臣小安 已势有兵 这样 军队离开以后 敌军还会起疑 这时 北齐后主高尾 兵分一万 进攻千里进 又命令部署 出奋水关 自己轻率大军 与宇文春交战 宇文胜派骑兵告急 宇文县自率骑兵千人援救 骑兵远远看见 古中飞翔翔起 急忙相继退去 宇文胜与祝国侯沐成瑞 率过奋水追击 斩杀了不少骑兵 不久 宇文春报告 骑军渐渐逼近 宇文县又回军救援 恰巧 宇文春被命令撤军 就率军 趁夜返回 北齐人果然认为 博安是军队领帐 没有怀疑州军已退 一直到第二天 才明白上了当 当时武帝已经离开了靖州 留下宇文县为后卫 高伟亲自率军来追 抵达高粱桥 宇文县率领精锐骑兵两千人 隔阂不成正事 北齐领军 断畅 一直进到桥头 宇文县隔阂招呼断畅 同他交谈 宇文县问断畅道 你叫什么名字 断畅答道 我是领军断畅 您又是谁 宇文县却答道 我是余侯大都督 断畅说 听名的言论不是一般人 今朝相见 为什么要隐瞒姓名官职呢 此时 陈王宇文成 梁国公侯莫成锐 类史王仪等人 都在宇文县身边 断畅问个不停 宇文县才说 我是天子的弟弟齐王 又指着陈王等人 把他们的姓名封号 告诉了断畅 断畅打马而去 宇文县立即率兵撤离 不久 齐人突然追来 兵士敬锐 宇文县与开辅吕文新 各率精锐骑兵 一百人殿后抵挡 斩骑猛将 贺南豹子 山汝奎等一百余人 齐军方才撤去 宇文县渡过粪水 在玉璧赶上了五帝 五帝又命令宇文县 率兵六万回援靖州 宇文县率军推进 在树水扎营 高尾围攻靖州 日夜不停 回来的间谍 有的说靖州已经陷落 宇文县派驻国 越往宇文胜 大将军御池九 开辅宇文神局等 率领青庄骑兵一万人 连夜赶到靖州 宇文县进兵 抗拒蒙坑 作为后援 得知靖州没有陷落 就又回到了树水 五帝随聚东去 驻军高险 宇文县率领部署 向靖州推进 次日诸军会合 剑逼城下 齐人也出动大军 在州军营地以南 不成正式 五帝招宇文县 骑马前来查看 宇文县回来报告说 这个好对付 请先让我去打败敌军 回来后再与您用善 五帝非常高兴地说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我就没有忧虑了 宇文县退下后 泪石扭球悄悄对他说 敌军病不少 大王怎么能轻视他们 宇文县说 我被委任为先锋 为国为家 扫荡这些残敌 犹如摧枯拉朽 商朝周朝的事 您是知道的 贼兵虽多 能把我怎么样 不久 各军一块进击 齐军立即溃步成军 当夜高尾逃走 宇文县率轻装骑兵追击 追到永安时 五帝也随后赶到 北齐收集残兵 又聚首高臂 落履战 五帝命令宇文县 进攻落履战 将其占领 次日在戒休 与大军会师 当时 高尾已败走夜城 刘齐堂兄 安德王高延宗 聚首并州 高延宗趁机自立为帝 出兵抗拒 五帝进兵包围并州 宇文县进攻城西 五帝城中玉符 敖战至深夜 仅已生灭 逃出城后 疲惫的五帝预撤兵 宇文县与王毅 逆劝方面 次日再战 高延宗逃走 被捉上活捉 由于此战功 五帝封了宇文县第二子 安城公宇文治为和坚王 任命其第三子宇文重为大将军 仍然少令宇文县 先行进军夜城 次年 公元577年 攻占了夜城 北齐任臣王高阶 广宁王高孝恒 等人聚首信读 拥兵数万 五帝又少令宇文县讨伐 令高伟亲自写信给高阶说 朝廷待我宽厚 诸王都好 叔父如果放下武器 则一定会受到优待 高阶拒不收信 反而大肆招募赏赐 多给金箔 和尚都要求当兵 因此又招募了数千人 宇文县率军经过赵州时 高阶派两名间谍前去侦查 被巡递骑兵捉住 报告宇文县 宇文县就把北齐的旧将 都召集在一起 让两位间谍一一看过 并对两位间谍说 我要真的是大事 不在你们 放你们回去 可以当我的使者 于是写信给高阶 督促他投降 宇文县抵达信读 高阶在城南部下阵地 宇文县登上张尔坟 远远观察 不一会儿 高阶的领军玉象院 假装出来巡视正事 率领部署投降 玉象院是高阶的亲信 众人因此惊恐 高阶大陆 杀死了玉象院的妻子和孩子 次日再战 州军大胜 俘虏斩杀共三万人 并且活捉了高阶 高孝恒等人 宇文县赞赏高阶的契捷 命令释放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并给了很多钱财 又审问高孝恒 高孝恒陈述北齐危难 边哭边说 举止不失丰度 宇文县也为之感动 当初 姬胡人刘莫夺自称皇帝 朝廷又召令宇文县 率领赵王宇文昭等人将其讨平 宇文县自感威名越来越大 暗自考虑隐退 五帝准备清真北部蛮族时 就以有病推辞 五帝变色道 你若害怕远真 你让我用谁 宇文县害怕答道 微臣侍奉陛下 实在是诚心诚意 只是身患疾病 无法领兵 五帝因此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建德七年 公元578年 北周五帝驾崩 北周宣帝宇文映继位 北周宣帝认为 叔父宇文县 辈分高而名望大 担心他成为第二个宇文户 对他十分记恨害怕 于是设计在宫中 扶杀了宇文县 宇文县一个人被拧进宫殿 宣帝预先在另一个屋内埋下了壮士 宇文县一到立即被抓住 宇文县神色不屈 陈说道理 周宣帝让于智与宇文县对峙 宇文县目光灼灼 与于智相互对阵 有人对宇文县说 以大王今天的行事 还用多说吗 宇文县答道 我位重倍高 一旦到了这种地 甚死听从天命 难道还想活着 只是因为老母还在 恐怕留下遗憾罢了 说完把手板扔在地上 于是周宣帝派人 把宇文县勒死 十年三十五岁 之后 北周宣帝任命于智为驻国 封齐国公 宣帝处死宇文县以后 找不出罪名 就借口 上大将军安义公王兴等人 与宇文县共谋 因此将其处死 此外 尚开府独孤雄 开府斗卢少等人 也应被牵连处死 当时的人都知道 王兴等人冤枉 都说他们是陪伴宇文县死的 宇文县是北周重要的将领 一生中参与多次 对北齐的战争 随着周五帝宇文雍平齐 立下大功 宇文县素来善于计谋 多有策略 尤其擅长安抚驾驭部族 知人善用 冲锋县镇 身先士卒 部众都很感动 心悦臣服 都为他效力 后世唐建宗三年 公元782年 李仪史严真卿向唐德宗建议 追封古代名将64人 并为他们设庙饷殿 当中就包括北周大总载 齐王宇文县 北宋宣河五年 公元1123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72位名将中 亦包括宇文县 在北宋年间成熟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宇文县亦位列其中 《十七十百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